蛇红有火,蛇白缺血,蛇胖气虚 身体好不好看舌头就知道 为什么说身体好不好看舌头就知道呢 那是因为蛇为五脏六腑之外喉 就是说人的五脏六腑都跟舌头相联系 所以中医可以通过舌头的颜色形状 来判断你体内脏腑气血的情况 那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蛇红有火,舌头颜色发红 那证明你体内有火 不过中医认为火有两种,分别是食火和虚火 如果你舌体发红,舌苔颜色发黄 动不动就上火,出现牙龈红肿,口腔溃疡 或者是眼睛红肿,并且心里烦躁,总觉得口渴 同时小便颜色发黄,大便干硬,出现便秘等情况 那你就是食火,可以用一个三黄片 如果你舌头颜色发红,但是上面几乎看不到舌苔 虽然也有上火的症状,但经常在下午或者晚上感觉身上燥热难受 尤其是手脚心,并且一睡觉就出汗,醒来就不出了 而且时不时的干咳或者是耳鸣出现些腰膝酸软的症状 那你就是虚火,原因就是体内阴液不足了,可以用个大补阴丸 第二,舌白缺血,如果你舌头颜色发白 那通常是因为血虚,不能向上如仰舌面导致的 所以舌头颜色发白,那这时你脸上没血色 指甲跟嘴唇的颜色也发淡 经常会觉得身上没劲,手脚发麻 或者出现些心慌,心跳加快 以及头晕失眠等情况 那这时你就可以用个四物合计来补补血 第三,舌胖气虚 如果你舌头很胖,伸出来能把嘴给沾满 并且两边还有明显的齿痕 那通常就是脾气虚了 因为脾气可以运化水液 当水液排不出去时,那你体内就会有湿气 并且还会经常感觉头晕,浑身没劲,不想动 手脚就好像绑了水桶一样,抬不起来 平时还会觉得嘴里发淡 容易出现腐胀,不想吃饭等情况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个健脾玩 当然还有一种人舌头胖还发白 两边可能也有齿痕 平时还会出现怕冷,手脚发凉,精神疲惫等情况 并且还不能吃凉东西 不然就得拉肚子,又或者经常在早上起来拉肚子 那这种人属于阳虚了 可以用一个贵符李中尔补补阳气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再见